今天是2020年3月26日 在2014年3月26日 中国现代艺术先驱朱德群先生在巴黎逝世 享年93岁 朱德群与赵无极吴冠中并称流法三剑客 堪称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的三座高峰 从三人的合影我们一眼就能看到赫黎基群的朱德群 你没有猜错 他是一位被艺术耽误的篮球运动员 从小窟外运动的朱德群一心想上其笑 但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在1935年只能退而求其次来到了杭州国立艺术院 并忽悠原来学习电机的吴冠中改学业术 两人也是一生的好基友 1955年35岁的朱德群早已功成名就 但他毅然放弃在台湾优渥的生活前往艺术之都巴黎追谋 在开往巴黎的船上 朱德群遇到了未来陪他走完一生的伴侣董景昭 虽然当时朱德群早已结婚生子 但还是对董景昭发起了猛烈的追求 怀着炙热的感情 朱德群创造了这幅东景昭像 坊间有东方门纳丽莎的美誉 并获得了1957年巴黎官方沙龙的赢奖 但朱德群早已不满足这种传统绘画 他迫切想要在画面上寻找活泼和自由 1956年朱德群观看了德斯塔尔回顾展 身心受到极大震撼 德斯塔尔作品近看是色块和线条组成的抽象画 远看花卉的景象却越染纸上 印证了老子的名言 朱德群找到了他想要的那种自由奔放的绘画 刚开始我们还可以在其作品中看到德斯塔尔的影子 1960年朱德群终于和心心念念董景昭成婚 他也在中国传统书画中找到了新的灵感 将东方生动的气韵和西方浓烈的色彩两种艺术特点 融合成了自己出情抽象的艺术风格 朱德群作品中满含独特的韵律感 站在其作品前仿佛置身于一场盛大的音乐会中 《老友无贯》中曾以大贤曹操如鸡语 小贤切切如私语来形容朱德群的作品 很是贴切 1997年朱德群成为法兰西学院首位华裔终身院士 却算是对他创作一生最大的肯定